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连三天车队扫接行程 22号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陪同夏进行车队扫接 上午先绕行松山信义区 下午则是到中山大同区 沿途和市民朋友打招呼肯托 蒋湾也一一念出沿途商家店名 感谢大家支持 可以看到蒋湾超大的清明 不管是个民众握手或是说合照 并或然是隔空的 除了这个号希望争取市民的认同 还跟店家喊话 比如说是蒋蒋小火锅店 他还是喊出了这个招牌的名字 说蒋蒋小火锅店 祝你生日新郎 谢谢我们楼上的朋友 台北市每一个行政区 都是我心情耕耘的重点区 今天我们开始车队扫接 最主要也是在各个区 我们将所有党籍的议员集结起来 也是台北队的出发 我们就希望展现一个团队的气势 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民众 在看到我们车队经过 给我们挥挥手比个6 我们都相约11月26号 大家一起去投票 坚定的投下6号讲完 选拳之业啊 因为这个好像听说是要连接 6级来进行场面不知干关 不过因为那个地方好像交通要到 那在地人单线会可能会有点塞 加上保护这边啊 我们必须要动员2.5万 目前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我们选择这个丑立的原因 就是可以替代公路 然后将对交通的影响将到最低 我们也会跟警方递交等等 密切的合作来协调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活动顺利举办 当然以不影响我们相关交通的程度 将到最低和最高的炒量 23号上午蒋湾安则是来到中正万华区 下午到士林北投区 晚上则是回房本命区中山松山区 针对卫福部长薛瑞源 疫苗前客说等实施议题 蒋湾安也做出回应 在最后的72小时 我希望市民朋友可以静下心来 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要迎接怎么样的四年 我们要选出什么样人格特质的市长 我们要让谁来带领台北 我们要迈向什么样的未来 我相信最终光明可以战胜黑暗 善良可以战胜侧义 政治可以战胜谎言 民主可以战胜黑箱 这场选举不是蒋湾安一个人的选举 这是一场价值对抗的选举 只有选民发挥集体的意志 跟我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刻 每个人都有责任 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一股信念 我相信最后选民一定可以用选票 打败不适格的候选人 台北才能重见光荣 到底谁是疫苗前客 陈时中 薛瑞源 王碧胜 三个人的说法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其实一开始说是宗教团体 工商团体 一下又说他们只是热心帮忙 陈时中现在又说是奇怪的单位 在民众眼中 民进党和指挥中心才是最奇怪的 所以我想这三人组他们故意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故意要搞混民众来掩盖很多重要的事情 因为今天在人身外华 他昨天是王先生一到的 人身外华 他就还是被捐车 好像有像讲军事 不知道会被担心 好像会被他捐车 每一个区都是我重点耕耘的区 也都是我积极希望争取所有民众 朋友认同的区 所以我们在规划上面 我们每天从早开始一直到晚上 透过车队扫街拜票的方式 走遍台北市的每一区大街小巷 也希望朋友们看到我们 都可以跟我们热情的打招呼 给予我们支持 比一个六 我们相约126头6号 选举最后冲刺关头 我们就是把握每一次机会 积极的争取市民的认同 我也告诉我团队 我们要奋战到最后一刻 我们绝对有胜选的信心 也要有危机意识 所以我也一再强调 我们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 更努力 更勤奋 更谦卑 紧握的每一双手 都代表我们对于每一个市民的承诺 也希望未来 握画更好的台北市的愿景跟蓝图 所以 持续的让我成为市民心中最好的选择 我想市民朋友才是真正的主角 我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在10月26号投票日当天 不需要 还内投票 也不需要动摇信心 就是坚定把手中这一票 支持6号讲完 我相信 让有国际观 没有行政包袱 年轻有活力 能为台北市注入 心血 能够好好的带领这座城市 迈向国际一流大都会的 同学6号讲完 万安台北出运行 车队扫街行程 另外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忙着扫街拜票 从22号开始一连三天 要扫遍台北12区的行政区 晚间也会到夜市和民众互动拍照 卯足全力 拼选前的最后一礼路 选政进入倒数阶段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站上车子 沿路扫街拜票 路上也有许多热情民众 挥舞加油板 棋子为候选人加油 从22号开始 陈时中一连三天 扫遍台北12行政区 晚间也到夜市和民众互动 把握最后时刻 争取票数 那首先我要先感谢 賴副总统给我的加持 不管是在我们的 那时候进总要成立的时候 或是凯道大会 都给我肯定 我非常的谢谢 那今天最重要的最后一个活动 賴副总统亲自来这里 来给我鼓励加持 我想我是充满了感谢 我要谢谢賴副总统 谢谢您 所以我当然要谢谢我们大仁哥 他当我的主任委员 帮我安排了很多的事情 也都一直都尽心尽力 在最后这个关头里面 我们都站在一起 希望能够冲出我们胜利的成绩 那整体在选举里面 我到今天还是坚持 希望台湾不要因为选举而撕裂而对立 我们是用爱跟包容 来做最后的选举 到最后这一刻 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选举是要让台湾更好 是要让台北更好 我们想争取一些做事的机会 让台北能够更进步 所以互相撕裂 互相攻击 我是觉得这是不好的 互相批评指教 这是难免的 但是不要用这样对立 跟撕裂仇恨的方式来做选举 这是我对这个选举最后一点的一个期待 然后第三个当然非常谢谢 我们站在一起背后的我们的议员 从我们的林世忠 陈玄伟 林延峰 陈慈惠 钟佩玲 我们在这一区安农政政会 那当然都要一起来全力党 在市政里面 除了市府要做事之外 那市议会也会让我们做对事 大家事先透过沟通协调 让议会的能力发挥到最高 那整体我希望就是说 我未来在市府在行众的时候 除了不分挡败用人为财之外 也希望能够建立好的府会关系 让市政的效力跟效果都能够达到最好 那最后我还是非常希望 这几天在揭扫的时候 市民能够站出来 给我打气加油 让我们一起这种快乐的气氛中 赢得胜全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记得在130天前 当阿东在小海城楼庙宣布他要竞选 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我就站在旁边 来表示我的支持和祝福 当时我说在2003年 SARS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担任了防疫指挥官 所以我很清楚 防疫指挥官的孤独和重责大任 当时我就说阿东出来选市长 我一定全力相挺 让他不再孤独 130天的选战过去以后 我们发现 阿东不止不再孤独 我们看得到越来越多人 跟阿东一起站起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星期天 我们的大游行有150万位 台北市民 15万位 抱歉 15万位 这个台北市民 跟阿东一起游行 给阿东打气加油加持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这900天 因为阿东的努力 带领台湾度过了百年大疫 我们这样的一位好的指挥官 要出来担任我们台北市政的指挥官 我想是台北市民最盼望 我出来支持他 不只是因为他在贵乎部指挥官的期间 利用沟通合作的方式 来使得我们的台北 使得我们所有的市政都能够进步 最重要的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阿东提出了超过200项的证件 那里面包发了交通教育文化产业 住宅等等 更重要的他也提出了全民的照顾 所以在这130天的选战期间 我们看到阿东已经使得台北市政的规划 都有很好的进展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这四天 再给阿东更多的支持 我们特别谢谢赖副总统今天来跟我们加持 让我们更有信心坚持到底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里也希望全体市民能够支持阿东 让我们让一个肯打拼 很努力的好市长来带领我们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我们民进党提名的市议员 让他们能够进入市议会 为市民服务 还有支持阿东 做阿东的获赠 台北市是首都对外代表国家 台北市也是台湾第一个直辖市 是带动台湾其他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因此我深刻认为 最好的台北市长 一定要有国际交流合作的经验 也要有全国性的行政经验 也能够为这个城市的花来提出非常好的政策篮图 符合这三个重要条件的候选人 就是陈时中 我认为陈时中就是未来台北市的新好市长 敬请我们全体台北市市民都能够大力支持 这对所到之处 请各位父老乡亲 各位年轻朋友 能够给陈时中加油打气 跟他挥挥手 跟他喊一声加油 我相信他会更有力量 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亲爱的台北市市民 在最后的三天时间里面 能够继续拉票 陈时中的25号选前之夜 选在北平东路竞选总部前举办 乌思耀表示 这里也是民进党的胜地 因为总统蔡英文在2016 2020年 都是在这里宣布胜选 因此将选城之夜选在这个具标志性意义的地方 把握水前倒数时刻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继续深入市场与商圈 紧握每一双手 拜托大家多帮忙拉票 一路上获得许多市场摊商 店家老板和支持民众为他加油 高喊当选 让黄珊珊内心很感动 市场摊商送上好彩头高喊动算 在缓南市场自治会会长的陪同下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与参选中正万华选区的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吴宜轩 深入华南市场拜票 许多摊商都拿出黄珊珊的竞选小旗子 请他签名 还有摊商将多面小旗子挂在身上 相当有特色 哇我们这个是布阵了吗 谢谢 谢谢 三太子 黄珊珊的三 我们的三太子 他才是老板 谢谢 谢谢 那个旗子挂这样可以合照 谢谢 哇你抓到 我把我伸起来 哇超可爱 好可爱 谢谢 谢谢 来到松江市场 松江市场的代表 与参选中山大同选区的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林真宇 也全程陪同黄珊珊拜票 许多摊商热情的请黄珊珊签名合照 还有摊商现切苹果 请黄珊珊品尝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三中海味来了 三中海味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 好脆 老板有天的 来 三丁八零一个来了 瑞姐姐我们又来了 谢谢啦 我是自由的 我是自由的 没错 每个都是自由的 大家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大家都是自由的 大家都是自由的 你们有没有手机 有没有手机 来手机借我好不好 你饿了吗 你们家都太小了 来来来 可以啊 有上次他也有吃哦 我有吃的啊 好来 先看我这台 我这台齁 好这边 三二一 耶 八号 谢谢哦 谢谢 谢谢 我们这次等你好久 好吃 不好意思 久等了 等待是值得的 三三中海可以吃到肉干了 哈哈 谢谢我也有 谢谢阿虾 哦 嘿 趕快去吃哦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个 三三这个 我是其他的兵长大的 对对对对 黄三三 吊算 黄三三 吊算 你跟你吊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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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在家人气奖 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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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人气奖 也是三三帮我们颁奖的 最佳人气奖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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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下来啦 谢谢 来来来 好 每个都放三G 脸书上一直都有分享 谢谢 镜头转到秦光商圈 许多支持民众排队 一一跟黄珊珊合照 或是拿竞选小物请她签名 商圈店家也相当热情 谢谢 老板好 老板好 拜託 又见面了 上次忘了跟你照 上次没照到 还好我有再来 谢谢 要请大家拉票 一定要拉票 好 我还喜欢你妈妈 我觉得我发现大家都喜欢我妈妈 我还喜欢你 我还喜欢你 谢谢 要拉票 不好意思 谢谢你 要拉票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秦光市场有一个全台北市最漂亮的厕所 来来来 公开 公开 这是秦光市场的秘境 这个是我们柯市长来看过以后 我们把一个国有地丢过来 然后做成一个五星级的厕所 这是秦光市场最漂亮的厕所 欢迎大家来秦光 对 你看 非常的漂亮 然后他们整理的非常好 环境也很优美 最重要是秦光市场 他们所有的安全系统都做得非常好 这个因为这是柯市长跟皇户市长啊 他们特别去争取 杨川会长 他特别去争取 所以这个地方过去啊 秦光市长最遗憾的地方是没有厕所 可是我们秦光市场现在有六星级的厕所 所以啊 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感谢 黄志昌里长 省会长 还有杨前创会长 他们来争取 真的 他们都很认真 可是 主要的推手 柯文哲 主要的执行者 是黄珊珊 所以黄珊珊真的是一个 在当副市长的时候 对所有摊商 投有商圈 他是贡献良多 所以啊 所有的市民真的 一定要肯定黄珊珊 然后把票投下去 把握选钱冲刺 黄珊珊深入市场商圈 紧握每一双手 积极催票拉票 也呼吁台北市民 11月26号 踊跃出来 投下神圣的一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 真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真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佳集团关心您 在这里来看黄珊珊举办大型造势晚会 现场涌进上万人次支持 柯文哲黄国昌汉余美人等人都上台助讲力挺黄珊珊 齐声呼吁伟大的市民才是台北市真正的主人 画面现场是五党级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的选前造势晚会 黄珊珊一进场支持民众一路热情欢迎高喊动算 让黄珊珊相当感动 超越蓝绿不是消灭蓝绿 是希望蓝绿放下意识形态 以市民的利益为本 让人民优先这样有很困难吗 没有 他们不断的要抓回蓝绿对立 不断的要制造仇恨 不断的要分别你我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蓝绿两党相信人民的意志力就在今天晚上 伟大的市民 你们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我知道 希望我们珊珊的眼泪能够感动所有的年轻人 好久没有看到悠悠了 我们真的要跳脱蓝绿 让台北持续前进 祝福 我的小孩今年二十岁和你们一样 我也要为了他的未来而战 好 年轻人站出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上台助讲也再次感谢黄珊珊 在疫情期间和她并肩作战 看到黄珊珊每天拼命为市民做好防疫 让她相当敬佩 在三级警戒期间 曾经有一次黄珊珊身体不适 晚上 在医院里面打点滴打抗争素 但是她白天 还是在开会 还是在视察这些防疫机构 即使我下令她强迫要她休息 她还是坚持要去工作 坦白说 看她这么拼命 我都替她担心了 但是我也理解 她为什么会这么拼命 因为 她放不下这座城市 各位市民朋友 请你们告诉我 在这一次参选的 市长候选人当中 有人比她更了解台北市吗 有 有人比她更认真吗 有 有人比她更了解 在这场疫情当中 既成所受的痛苦吗 有 为了力挺黄珊珊 多位贵宾也前来助讲 大家一致肯定黄珊珊 以市民利益为优先的理念 我们这后面 全台北市的 公有领袖市长的会场 今天 我们要讲一句话 从以前 二十年三十年来 男力 完全不管我们传统市场的 今天 我们大家站出来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传统市场 传统市场 一定要跳出来支持这个人 大家送进市府 你们说 对不对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市民才是这座伟大城市的主人 这个城市 需要的是一个 不分党派 不分颜色 没有私利 只问专业能力 心中只有市民的团队 而我相信 黄珊珊 会是这个团队 最好的口湯 而所有 伟大的市民 就是这个团队 的总指挥 各位 1994年的 撒卡都到现在 28年 28年 30年就是一个世代 我们怎么会将近一个世代的人 竟然无法挣脱 蓝绿的纠缠 所以今天 我要拜托 所有的年轻世代朋友们 请你们站出来 因为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2 年轻人 站出来 拜托 所有年轻人 请你站出来 投票 年轻人 站出来 你手中的那一张票 你手中的那一张票 它不是一张纸 它是一道光 请你 请你用这道光 照亮我们被蓝绿情绪勒索 无法呼吸 暗淡无光的这一代人 好不好 好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我们是彼此的英雄 闪闪发亮的未来就在手中 一路一步 让未来的假荒荣 整场造势晚会 动算声不断 黄珊珊也与在场支持民众 一起高唱竞选主题曲 未来 整场造势晚会 热情又感动人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选战进入倒数 候选人拼肉搏向战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文安 除了化身最强母鸡 与各区市议员候选人扫街拜票外 更打出了夫人牌 他的夫人挺了六个月的运渡 做蒋万安的分身 参与活动 跑行程 为选战做最后冲刺 蒋万安的大台 不能来到这个台 亲爱们 谢谢 紧握选民的每一双手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安夫人石访萱 挺着六个月的运渡 来到大安区成功市场 扫街拜票 要在选战倒数时刻 做蒋万安的分身 而蒋万安则是化身最强母鸡 与各区市议员候选人 进行扫街 尽全力催出每一张选票 过去两次立委选举 我太太都有陪我在最后阶段 扫街拜票 或者是追垃圾车 跑一些行程 所以有时候晚上回家 也帮我准备一份宵夜 听听我一整天发生的事情 她一直是我非常好的心灵伙伴 以及后勤之源 这一次因为刚好 还有身孕 还有三宝 所以我想接下来 在选举最后阶段 她一直也很关心我的选情 所以到处几天 她也会当我的分身 陪着我参与一些适合 而且她身体状况有允许的话 一些行程 所以我想一些受邀 我们两个同时出去的活动 也会一起参与 对我来讲就是 最后冲刺全力以赴 加倍努力 争取市民的认同 也把握每一次 跟市民朋友接触的机会 透过阐述对于台北市政未来 破坏的蓝图 具体的政策 能够让市民更加的了解 也持续让我成为市民最好的选择 特别是现在 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 更努力 更勤奋 更谦卑 我们态度就是如履薄冰 战战静静 不敢大意 也毫不松懈 我想我要向市民展现 拼搏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和毅力 我认为 我也坚信 投资教育 就是投资下一代 而投资下一代 就是投资台北未来 蒋万安认为相较其他五都 台北市进步脚步缓慢 因此在选战进入倒数100天时 他展开行脚计划 深度走访12个行政区 了解地方需求 同时也频频举办政策发布会 让选民了解他的市政愿景 台北市在过去这几年 相较于其他五都 进步的脚步 还有相较于 国际其他的城市 进步的步伐 幅度 其实我想市民都感受很深 所以我想 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 也应该要正视这些问题 不管是商圈的没落 人口流失的严重 都跟速度的缓慢等等 所以我想 唯有正视问题 拿出解方 然后告诉市民 要怎么样来解决 才符合市民的期待 其实我想民调都会有各种变化 但对我来讲就是财文脚步 一步一脚印 扎扎实实在基层请走 紧握每一双手 也持续的透过跟市民的对话 告诉他们 以及阐述我对台北市政未来 破坏的蓝皮具体的政见 然后争取市民的认同 对我来讲 我个人就是 持续的基层请走 让我成为市民最好的选择 那我想其他对手 他们不管如何 我们都希望 能够回味到选举的主轴 市政的讨论 中共议题的交换意见 我想这才是市民的期待 面对对手陈时中 平平合体总统蔡英文站台开奖 黄珊珊则是强打三年半的副市长经验 选战最后关头 讲完选择擒跑基层 要用一步一脚印 赢得选民的支持 争取11月26号 让台北天空再现蓝天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历任卫生署副署长 卫生福利部部长 陪着国民抗疫 度过许多疫情难关 在疫情逐渐收敛之际 他决定参选台北市长 期盼用政策造福更多人 早上八点 是许多市民朋友 到市场采买的时候 我不是来买菜 是来扫街 拜票 和大家打招呼 聊聊做生意的辛苦 台北市一座交通房门的城市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台北市的电车登记数量 超过三万多台 是许多市民交通移动的选择 今天我坐上邱先生的车 听他分享从业十四年的干苦谈 夜晚的台北 别有一番风景 今天我和我的好朋友孙医师 来到猫空泡茶 但路稍微比较没那么好 但是其实这里风景 或是气温 其实都是蛮好的 清泡基层听取声音求得支持 这是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一天的行程 城市微服部部长的他 陪着国民抗议 度过许多疫情难关 赢得民众掌声 却也因此深陷高端疫苗移云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转而争取台北市长位置 持续端出政界牛肉为民服务 台北可以更好 台北值得更好 更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来 这是我们自己出发心 我们想要提案这堂土地做一些事情 让台北可以进步更快 不要让停顿 可以开始继续来进步 要让台北进步 第一要让世界看得到台北 让世界看到台北 要做一个世界的台北 所以第一个 为了达到能够做世界的台北 我要成立国际事务局 按照这些城市的外交 招商引资 会展的经济 把会展经济做好 可以带动我们的观光经济 整体提升起来 另外一个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产业 这好的产业 不管我自己知道 我们的生技产业 很多医疗的 生物科技的 这在台湾现在都做得很好的 ICT产业 ICT产业 这也是很好的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用的经济项目 来带动很多国外老的人 大的厂商 大家来台湾来 参加这个展览 來了解台湾 很多人来得讨论 可能再加仅 整理好 顺便把观光 观光的一个科技 也把它做起来 第二个 我们要做一个余居的台北 比较大的 台北就要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时候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治理 上星期我跟北北基陶 大家来说 我们要做一个区域治理 这个北北基陶先给首都 首都票1280元 降作1200块 可以使用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的捷运 积节 我们的台铁 国道客运 也让使用的项目变多 换句话说 使用的量会增加来 目标的人会增加来 这个土区 晚上百多万人到四百多万人 这北北基陶 如果它夹起来 就差不多一千万人 这一千万人 变成一个生活圈 没关系 变成一个经济体 因为交通的关系 连在一起 这个经济体的人就多 消费的能力就多 然后我们相关的公共的投资 你的成本并就降低 单位成本降低 我可以有比较小的价格来访问 这样起码 让大家活动力变得更强 消费力变得更好 因为经济就越来越有帮助 另外对于我们相关的一个流域 和有相通的河岸的相通 大家一起来做 产业怎么样来做共融 怎么样分工 证明说在科技园区 谁的科产业园区 那来这个分配 产业链怎么样来做进行 效率会让它变高 不用重复的去投资 那当然在交通上面 绿色的运输也一起来做 可以把它越做越好 另外我们当然在区域治理的时候 也提出来说 我们要做U-bike 2.01 这个1就是电动的意思 是电动脚踏车 在这几年我们要增加1000辆的电动脚踏车 配合这样的捷运 那这样公共运输的网络 可以变得比较大 那开车坐摩托车的机会 就相对的变小 那运用公共运输越多 那塞车的情况就会稍微改善 停车的问题也会得到一点解决 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说 全邻的一个照顾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幸福的台北 第一个让大家在成家的时候 能够轻松一点 所以社会住宅一定要努力的来做 那社会住宅的价格也要它往下降 然后另外我们的 除了我们有租金的补贴之外 我们也要在另外加码补贴1500 逆代广还是租租 还是比人比较贵 对政策坎坎而谈 对政策坎坎而谈 不同立场民众的需求 我们要让小朋友快乐 我要让他多元的学习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高中108的科工 虽然争议很大 可是他目的一个特色教学 所以他有校定的立修 他有一个多元的选修 他有一个弹性的学习 在在都在标榜之说 已经从标准化的教育 走到因财失教 所以这里面第一个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对老师或教学环境教学者 他的一个支持很重要 所以我们没看到 我们在这里面要共聘的代理老师 要把它降低 这些都是要对教学者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对于老师们的一个支持 对于学校的一个支持 将来市政府一定会全力来做 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政策 最主要是要照顾到人 那身心障碍的朋友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那怎么样三代导盲犬 就能够加汇 在我们身心障碍 有视障的人的身上 那像刚才我这样把眼睛遮起来 虽然一小段 但就感到彷徨无助了 但是有导盲犬的帮助的时候 心里就心心的健康 就从刚才我们的朋友 在电视 在里面在讲的 就是说 他不但可以帮助到 身心障碍的人 身心障碍又可以去帮助 身心障碍的人 那这样把爱传出去 所以在社会里面 大概有几个 一方面要帮忙宣导 刚才讲说 事不宜问 就是他开始在工作了 就不要去乱摸他 不要去抚摸 不拒绝 不呼叫 不抚摸 还有要主动去询问 这些都应该要积极来推广 那我相信在辉光里面的帮忙之下 未来的导盲犬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未来我如果当市长 我要怎样加强劝募 加强的一些工作 这我一定会来做 一个台北市长 有没有全心全意的投入 有没有全心全意的 跟中央一起来努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央政策的成败 跟地方的执政的成败 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 所以为什么我这一次 要花这么多时间 来我们台北市 跟我们台北市的选民来拜托 尤其台北市真的很重要 我们一定爱赢 这样好不好 好 陈其迈 陈时中 沈伯伯 对不起 没有那么老了 我们的沈副院长 是我们在防疫的 整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三个人 他做指挥官 他所有的政策 跟行政院各部会的协调 他指挥 我们一定要让他当选 让国际社会晓得说 我们台湾的人民 肯定我们自己的指挥官 大家说对不对 对 11月26号我们就要投票 我相信今天来到现场的 大家都非常希望 我们下一个台北市长 一定是陈时中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既然希望 下一个台北市长是陈时中 我们就要一起 让他当选 陈时中恳请市民给他机会 让政策照顾更多人 承诺四年时间 让台北脱胎换骨 记者问准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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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动保所新建宠物银行工程激进完工 新的收容空间比中央所订定的标准还增加了50% 也是目前空间的三倍以上 未来是推展动保工作的重要基地 走进即将完工的工地现场 市长刘昌立委蔡思印仔细的听简报 还隔着橱窗玻璃往里面仔细的看 但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这舒适的空间是流浪猫犬新家 新建宠物银行即将完工 市长刘昌特别前来视察 而立委蔡思印也带着自家毛小孩前来参观 看到这一个五星级的收容空间 说实在我非常高兴 因为跟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旧的收容中心实在有天壤之别 它的一个空间 收容的空间比我们中央所订的一个标准 还要增加50% 那也是现在我们收容空间的三倍以上 那看到整个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基隆已经为 这个成为一个宠物的友善城市 动物的友善城市 跨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那未来这个环境呢 除了收容我们犬肢跟猫肢之外 其实它也是未来我们基隆 在推动相关的动保的一个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一个志工 跟我们上行的伙伴 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就是基隆的动保 动保所 动保中心 那这个动保所 动保中心 透过中央补助地方的一个改建之后 我们希望让所有的来认养的人 甚至来这边参观的人 都愿意竖起大拇指 代表着基隆市 对于动物保育这一块的一个用心 新的虫物银行 预计年底启用 牛舱回想八年前 首次来到收容中心 分享当时的心情 我其实上任之后第一次来 重义银行 其实那心情真的是很沉重 因为整个环境真的很糟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我们希望把这个地方 把它做大幅的一个改善 所以我们争取到中央的一个预算 总计是将近一亿元 中央在我们蔡司英委员的 一个协助帮忙之下 争取了八千万 所以才有办法来推动这个政策 大家看到现在的环境 比以前好太多了 这个简直是五星级的宠物旅馆 那更重要的不是不只是硬体的一个建设 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变成是一个未来生命跟环境教育的一个场域 林游昌全力打造宠物友善城市 立委蔡司英承诺接棒 力推免费金片 捷御和首次接种证件 它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我们动物保物的教育基地 动保的基地 为什么 因为动保这件事情或者宠物友善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靠自发而已 我们透过一个基地一个设施来做相关的教育工作 那这个部分未来还是要拜托 采发处还有我们动保所所长这边继续来努力 那我相信我们推动的宠物友善的政策 从我们的动保所开始 那以及在 昨天有另外在宣布我们在明年度在暖暖运动公园 要推动的宠物公园 那这个也是市应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明年度开始要动工新建 市应未来会督促这件事情做到尽三尽美 全台湾有许多的宠物公园 但是每一个宠物公园都有他一定的缺失 市应会把这些缺失补起来 让他成为全台湾宠物界宠物们 最心中心中的第一个圣地 就是我们基隆的宠物公园 那另外未来我们会推动 包括晶片的这个 晶片还有疫苗还有结杀的部分 市政府来帮忙协助处理 让我们的宠物的管理能够更加的完整 新建宠物银行大变身 从狭窄的铁皮屋变身成浪浪豪宅 更是全国唯一一间附设动物医院 要提供好小孩妥善的医疗照顾 记者黄烧铭基隆报道 为让基隆进步的力量延续 同时力挺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 基隆市长林悠昌与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共同发起点亮基隆守护光荣的活动 邀请市民11月25号晚上6点18分 到中一路、孝二路、仁武路及爱三路区域 以守牵手的方式一起守护基隆 点亮基隆守护光荣 在千安宫前广场 基隆市长林悠昌率领市政府政务官团队 与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一起高呼口号 邀请基隆市民11月25号晚上6点18分 参加点亮基隆守护光荣活动 在基隆市区中一路、孝二路、仁武路及爱三路区域 以守牵手方式 立挺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案 同时也让基隆进步的力量能够延续 一年前我承诺所有的基隆市民 我要让大家当一个光荣骄傲的基隆人 八年来我们的努力大家看到了 基隆的进步跟改变大家也看到了 我想这是邮昌跟市印还有所有市府团队 甚至包括整个市政府的公务同仁 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所以这一份成果是属于所有基隆人的 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11月25号 为什么要发起1818-18 有两层意义 一个是号召18岁公民权的一个投票 那第二个呢是希望能够号召所有 肯定牛昌过去八年的一个市政 还有肯定基隆这八年的进步跟改变 然后希望基隆跟这个过去一样 能够成为一个更进步 更快乐更幸福的一个城市的 所有基隆市民不分蓝绿党派 希望在11月25号的6点18分 之前能够走出来站出来 然后大家手牵手 一起守护基隆的进步跟改变 蔡世英强调 在选前之夜举办签守护基隆的活动 就是希望号召市民一起守护八年来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让基隆从黑白变彩色 从最不快乐到充满欢笑的成果 过去的八年 我相信基隆人是幸福的 过去的八年 基隆人在右上市长加市民 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之下 基隆有了划时代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 其实从生活中 从城市的运动 城市的建设都看得出来 那我们在11月25号 其实就是要号召大家站出来 来做一个我们基隆城市改变的见证者 基隆城市改变的见证者 我们一起出来 看到城市的改变 一起出来 继续来支持城市的改变 所以要拜托大家 11月25号 18点18分 18-18 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希望它是一个快乐的城市 而快乐的城市 就交给世英继续来接棒 90多岁的基隆青安宫主委 与国策顾问童勇 也当场宣布将加入守护基隆行列 呼吁市民不分年龄党派 一起站出来 虔诚的向青安宫给人骂上香祈福 基隆市长林又昌也与出席的基隆市政府政务官团队宣布 即日起请假三天全力辅选 希望让基隆进步的力量延续 不走回头路 这一阵子以来 我们都一直非常的努力 那在投票前的三天 我想我们请假 是希望能够守护过去八年来 非常不容易的成果 这一份努力还有成果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每一天每一秒 持续的一个努力跟耕耘才有的一个成果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来守护它 呵护它 然后来保护它 蔡森也强调 深厚的政务官团队代表的 其实是这八年来 整个基隆市政府所有局处 每一位公务同仁的努力牺牲 所换来的美好成果 除了让市民知道这样的改变得来不易 未来他接棒 也将持续推动基隆的进步 市府的团队过去这几年来 确实让基隆做了很大的改变 那市应非常的清楚 主要原因是在过程当中 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市应跟许多的局处首长 许多的科长 还有许多的承办同仁 其实面对了某一些重要的议题 我们都一起来努力 那这些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要非常感谢很多公务员 其实都牺牲休假的时间 甚至是都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为基隆 希望基隆明天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背后 我们的政务官 作为市府的代表 他们现在请假 出来参与 我们最后的一个呼吁 其实也是希望 让市民朋友知道 过去这几年 我们很努力 是因为来 也会来接棒基隆 继续来完成基隆的进步 进入选前最后关键 嘉义市长黄敏惠 特别北上到基隆 为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梁助选 并进行车队扫街 争取基隆选民的支持 画面上是嘉义市长黄敏惠 这次特别来基隆为谢国梁助选 他称赞谢国梁因爱而蛻变 跟过去相比成长许多 变得更有温度更有爱 而且遇到状况是有担当 他已经具备一个好市长的格局 我们看到国梁他年轻 而且认真努力 过去在立法院呢 可以看到他真的很认真很努力 我常常在笑他 而且笑他说 哇这么年轻 而且又有礼貌 而且问证很扎实 立法委员卸任了以后 他曾经就是有多次的 国际的经验 包括经济的经验 让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 很务实 但是让我更意外的是 看到了他人生很大的转折当中 因为有女儿小爱 大家现在看到过去的立法院的欧巴 真的是帅哥 现在已经成为这么样勇敢 为爱重生 为爱勇敢 就是为小爱 然后让他又吸取了 真的感受到很强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他把这样的力量更是一个转换 所以就像那一天 我想韩市长所说的小爱爸爸 也是大爱激荣 我觉得这一种是令人感动的力量 那其实做一个县市长最重要的 不但是同理心更重要 你真的未来是挑战很大 真的一个谢国良 我觉得在这里他真的能够从这个过程 而且这么勇敢的把自己曾经在备受打击的那一刻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这样如何再站起来 当我看到那一本书的时候 每每都是一个感动 我想国良真的长大了 而且真正的扛起这个重则 而且有满满的爱 真的具备了一位成为城市首长 基隆市首长 基隆市市长的一个重要的 已经具备有重要的条件 基隆市跟嘉义市都是省辖市 那我在前一阵子 也因为未来的这个市政的规划的考察 我也下到了嘉义跟敏惠姐 参加一场远见的直播 并跟她请益 我发现这几年嘉义市做得非常好 有很多青年都有返乡 回到嘉义去创业以及工作 那所以今天特别也请她来 关心一下国良的选举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的这个动漫的文宣品 看板还有竞选小物都相当出名 那我们在地的动漫文创家 我们小白老师 他过去在这个嘉义时代 也有帮忙行销一个嘉义的案子 所以他今天也特别画了一幅 这个黄敏惠市长跟国良 在市府前面的一个Q版的一个画作 要来送给黄市长 谢国良表示在最后关头 他感受到很多的温暖 他有信心把学习到的优点 转化落实到基隆的未来发展 让民众更幸福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妇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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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谈关心您